这边就是贝沙湾,下面就是华富邨 华富邨是香港著名的公共屋邨 看到海景又轮任贝沙湾,由平民豪宅之称 华富邨分为5期 由前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廖本怀设计 是当时计划兴建的10座年租屋邨的其中第8条 第一期最早落成的日期是1967年 去到1968年9月27日 时任的香港总督戴良子,主持华富邨的开幕典礼 同时亦慶祝香港屋宇柱建筑委员会第25,000个单位落成 华富邨早期是吸引不了太多市民申请入住 当时整个地区太偏远 对外的交通只有一条搏腹道交通便利 原先屋邨的原子是鸡龙湾分墙 亦是香港日志时期的乱葬岗 使得很多迷信的市民不愿意入住 香港政府为了吸引市民进入住 又播放了一七名为华富邨的宣传短片 早期的华富邨的治安上当差 发生过多中场结案 而去到1980年 揭发了26座问题公屋的透明 当中就包括了华富邨 大厦运领土的强度是远低于标准 令到屋宇的结构很有问题 最影响的主力场结构不足以承受整座楼宇的重量 错层的设计 部分大厦需要做大型的维修工程 根换钢筋和石市 在1996年 华昌楼、华康楼和华洛楼三座大厦 加设了大港甲承受部分重量 而减轻主力场的负担 在2020年11月 房屋委员会宣布重建 这五十六年历史的华富邨 分三期进行重建和搬迁 预计整个工程在2041年完成 如果正宗想重建清拆 可以考虑南港岛西线的设计 南港岛西线的西段 在2014年出路到2023年都未见有影 如果计划重建华库村 顺便在那里找到车站的位置 挖定洞 做好设计到时就会更加省时间 你们有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